有民众日前开车行进屏东离港相合体 直击到一辆休旅车 全车是沾满了泥巴跟灰尘 不仅挡风玻璃 就连车牌都被遮蔽 而驾驶还高速超车 真的是非常危险 最好解由于当地邻近沙石场 都会有洒水车来洒水降全 因此车辆经过 很容易就会沾满尘土跟泥巴 但就算无心遮蔽了车牌 警方仍将会开发处理 休旅车全车沾满泥巴跟灰尘 高速行驶超车 超车 其他用路人知乎太夸张并猜测 恐怕是沙石场老板的爱车 这才沾满黄泥巴 应该是老板 刷酒店的老板 仔细一看就连后车牌都被遮挡 用路人也笑说 就算不小心违规完全不用怕 这个超速也没关系的 事发在18号傍晚5点多 屏东离港乡的合体 有民众开车行进 发现前方一辆休旅车 全车满满泥巴跟灰尘 不仅挡风玻璃 就连车牌都被遮蔽 还沿路高速行驶 民众也笑说 倘若违规根本不用担心 只是实际来到附近 这才知道 休旅车车主恐怕不是故意 原来当地临近沙石场 都会有洒水车洒水降沉 因此车辆经过 很容易就沾满尘土泥巴 但就算无心 遮蔽到车牌依旧触发 根据规定 车牌污秽或遮蔽 驾驶最高可吃上600元罚单 也提醒民众别心存侥幸 开车上路前 还是将车辆乖乖清洗干净 借苏述朋友们到